近日首届刘慈欣互相科幻文化活动周 在山西洋泉启动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出席 并接受了中兴社记者专访 给时光以生命 给岁月以文明 回溯刘慈欣的创作历史 30年来 刘慈欣身居娘子官殿场 写出令世界瞩目的三体等 诸多科幻文学作品 2015年 刘慈欣凭借三体 获得余果奖 将中国科幻文学带到国际高度 任何作品都有机遇在帮助 你这个作品换一个时间 换一个场合发表 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这努力和运气 不是X加Y的结果 是X乘外的结果 一个为零 结果全为零 再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来 可能性不是太大 但不能因为那个舞就不去写了 还是要努力的去写了 光环的背后 少不了不停的构思与创作 一部作品的诞生 往往经历了 无数次的推翻与重塑 不久前 刘慈欣推翻了一篇 三十万字的手稿 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情况 特别是像写 写我这种科幻小说的 现在时代变化很快 你写的时候认为是 很震撼的一个科幻创意 可能过了时间不长 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是写出来 它也是一个 没有什么可读性的东西 谈及科幻作品 对青少年的意义 刘慈欣认为 可以帮助青少年 打开探索宇宙的欲望 科幻的能力 就是它能让它的读者 特别是青少年读者 对大自然 对宇宙 以及对人和大自然宇宙的关系 产生浓厚的兴趣 同时也让它们激发 它们一种开拓新世界的激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科幻能做到的 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 那么很多人会因此 把它相当大的努力 甚至它的毕生的努力 投入到这个科学研究 和对这个新世界的探索中 我认为这就是科幻能做到的 经常仰望星空的刘慈欣 常被问到人类终极问题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 我们对宇宙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越深刻 我们就越发现人的存在毫无意义 但人生的意义 就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的意义就是尽可能 创造出那种 能让大家共享的 共同感到震撼的 那种想象世界 这个世界有很广阔的时间和空间 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 看到这样一个想象世界 这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